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台北國際機場 然後再過世界20分鐘我就要上飛機去福岡了 然後呢今天我要去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要先去找房屋的重建 拿我的鑰匙 然後呢 要講的話呢我已經記錄全部都記在我這本本門裡面了 所以到時候應該有什麼問題 我朋友說大概講兩三句 他就大概知道你要轉台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呢今天拿完鑰匙之後呢 我 交去我的房間 然後再搭車去我的房間 對 然後希望今天一切順利 然後做好日啦 台灣拜拜 然後再給我 然後再給我 我來 各位 地點 就是北京機場 等級 放播 等到另外一個機場 我們所有的機場 有歡迎各位 但是我們很常常 一旅路 是 到外面 飛往 日本的 湖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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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哈囉,大家好 我已經到福岡的機場囉 然後呢 日本入境的時候要填兩張單子 然後空姐都會發給你 然後現在我就要來填兩張單子 然後入境囉 耶,我現在坐上車了 然後呢 現在司機大哥要直接載我去 我可以就是房子的總介公司 然後司機大哥很親切 跟我這樣進去去 這樣我還是不太行 我現在呢,在我家前面 就是呢 我本來今天想要入住的時候 就可以拍給大家看 可是真的是一個手忙腳亂 一個接著一個的 然後 所以呢 我剛剛去超商買了東西回來 然後呢 現在給大家看看 房子 長什麼樣子 然後 裡面其實已經有點亂了 被我用的有點亂了 所以大家不要建議 然後 給他看看我 接下來一年要住的房子吧 然後呢 我已經打開的時候 他就有這張 說歡迎你入住 謝謝你 謝謝你用我們公司的產品 然後呢 一走進來 你就看到 遊戲機 然後呢 還有 很長的鞋櫃 然後呢 很長的鞋櫃 看嘛 從這邊有 這邊是我的浴室 然後呢 就跟我平常看到的浴室一樣 你看這邊洗澡的地方很小 很小 可是就 也夠了 然後呢 浴室一出來 你看到這邊 就是可以煮飯的地方 然後 水 水槽 然後呢 浴室旁邊 就是他的 他的廁所 你看他廁所裡面 也是木子的地板 所以呢 好像在這邊的房子 日本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長在 就是乾絲而已 然後 然後我整個紙給一下 還有 微波 等等 這是我剛剛從片商店買回來的東西 剛剛去編商店的時候 就覺得 哇天啊 好多新奇的東西 這是我的 很大的 很大的 窗戶 蠻喜歡這個窗戶 後面可以直接透進來 然後小的電視 然後轉身 這邊有樓梯K-POP 這邊有樓梯K-POP 然後你看上面有個小閣樓 我也不知道 我會不會用到這個閣樓啦 對啊 然後呢 這邊有個 很大的衣櫃 對 爸爸去世之後 新媽媽跟兩個姐姐 從早到晚 只是她做家中大大小小的事 沒有半點休息的時間 哎呦他好髒啊 我們乾脆叫他灰姑娘好了 這個名字跟他太配了 沒錯 大家覺得我家怎麼樣呢 其實一個人住還真的滿舒服的 對啊 可是這裡 就是 離 車站的話 走路大概要 達到十分鐘 然後離我們學校走路大概要三十分鐘 可是應該會走路去坐車 坐一站 然後 再走去學校這樣子 對啊 然後 之後我就要跟這一個小屋相處一年了 希望一切都能順利 然後希望 我可以 好好愛惜他 對 然後在這邊過得開心 然後 我現在在跟瑞瑞視訊喔 嗨瑞瑞 嗨 嗨 對啊 今天經過一天的奔波勞累 終於看到瑞瑞了 實在是還滿開心的 那待會我會整理一些 我 要帶的東西 然後去買一次 對 然後 對 再隔一天我就要開學了 然後今天一整天下來的心得 我覺得 我日文真的是要再加強一點 對啊 就發現就是我 我其實一般對話 就是 人家有時候日本人在跟我講 講什麼話的時候 我真的反應就是 不太過來 就是不知道 不太過來太講什麼 有時候 就是自己學了 學了 學了 在學校學了 修了一兩年日文 感覺 感覺過來 還是要慢慢來啦 慢慢來 慢慢來 然後 對 而且這邊人其實都還滿親切的 對啊 這邊服務也都還滿親切的 都說 看你不懂的時候 他不會就是鄙視你 明天加油 相信 相信我明天買東西可以一切順利 對吧 瑞瑞 今天會一切順利 對啊 對 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啦 掰掰 瑞瑞 掰掰 掰掰 好啦 瑞瑞掰掰 不要哭啦 不要哭 好啦 很快就去找你了 好 掰掰